盖琪说道,波士顿被围,总督盖琪派人出海求援,双方僵持不下,与此同时,第二届大陆会议于1775年5月10日在费城召开,加拿大没有派代表出席,佐治亚的代表7月才到。 这次会议通过了两项重要决议,武装宣言,阐述殖民地人有拿起武器自卫的权利,但仍重申效忠英国。 第二是,橄榄枝请愿书,再次重申殖民地无意脱离英国。 华盛顿是唯一一个穿着军服出席第二届大陆会议的代表,他希望带领弗吉尼亚民兵参战。 但当马萨诸塞提请大会统筹全地军事时,约翰·亚当斯提议由华盛顿担任大陆军的总司令官。 因为战事在北方,亚当斯认为,要确保南北联合,顺利组成大陆军的最好方法,便是让南方人担任总司令。 1775年6月15日,大会无意义支持华盛顿出任大陆军总司令。 华盛顿说,我不认为我能胜任这个指挥官的光荣职位,但我会以最大的诚意接受任命。 华盛顿于7月3日在马萨诸塞的剑桥就任大陆军总司令官。 赶宛之请愿书没有奏效,8月23日,乔治三世发布评判诏书,宣布北美全部殖民地参与判断,必须镇压。 殖民地与母国修好的最后希望破灭。 华盛顿到波士顿前的6月17日,威廉豪将军指挥的英军刚和民兵们打完邦克山战役,双方死伤惨重,正在休整。 华盛顿派亨利诺克斯到提康德罗加宝搬运工程火炮。 1770年1月,火炮运到,华盛顿将火炮部署在波士顿南部的多撤斯特高地,可以居高临下炮击。 波士顿所有英军设施,威廉豪原本计划派军强攻高地,但因风雪而放弃。 3月17日,威廉豪下令英军登船撤回加拿大的哈利法克斯。 华盛顿和英军前往纽约,他预期英军将在那里发动攻势。 波士顿战役以大陆军获胜而结束。 谢谢收看。